美国肯塔基州一名年轻女子在5年内被捕入狱11次 每次入狱拍照都露出甜美参笑 这一系列照片让她在网上爆红 也有网民为她感到担忧 纽约邮报报道 23岁的雷安娜·贝尔·布洛克·瑞安娜·贝尔·布洛克·瑞安娜·贝尔·布洛克从2018年开始犯案 当时18岁的她因偷窃罪而被捕 隔年又因违反的缓刑条款而被捕 布洛克最新的一张监狱照是她在2020年7月19日因恐怖威胁和叮烧而被捕失派的 当时她穿着橙色监狱连身裤 笑容满面 罪令她自豪的是有一次因偷车撞毁汽车 然后将车送回宿舍而被捕后所拍的监狱照 布洛克所犯的罪行包括肆意危害警察 盗窃枪支 毒品罪名 以及从弗吉尼亚州一名州警的车里偷窃泰色电击枪和帽子 专门收集和发布长乡出众女囚犯入预照的社交媒体账号Makeshattis日前发布布洛克的一系列预照之后 让她赢得一票粉丝 粉丝们对她的背景感到好奇 其中一名网民就说 我们需要一部关于她的纪录片 但也有些网民对她的行为感到担忧 认为她正在发出求救信号 有网民就写道 如果她不受到控制 她会毁了自己 布洛克透露 目前她的双亲都在坐牢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新加坡之音